大家好,我是童话顺 今天我们的小会来聊一聊我们的人口问题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说 中国将在未来面临人口出生困境 如今很多朋友确实被急着催相亲,催婚,催生娃 催催催,为什么国家要使劲催大家 原因确实是我国人口生育,正在跌入低生育的陷阱 从全球范围来看 各国政府差不多都面临着汹涌的单身潮和低生育率 如今各国今天也都在鼓励多生甚至强制多生 那今天要说人口 首先来看一下当下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 中国到去年的人口总数是14亿1260万人 在过去十年间增加了6344万人 继续保持了低速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驳斥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的传言 但是人口在未来某一年转为负增长的可能性 是确实存在的 因此在前年的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后 便触发了国家人口政策的更改调整 中国从抑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 从二海转向三海 我们再来看看隔壁的日本 二战后的日本从计划生育到稳定人口 最后鼓励生育经历了三个阶段 日本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 人口大概达到了7200万人 战争结束后很快出现了生育的高潮 当时每个妇女平均生4到6个孩子 到了1948年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当时的婴儿出生达到了802万人 于是日本政府为一直这么高的出生率 出台了优生保护法 开始实行了第一次计划生育 1955年之后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到了1958年 提出后生白皮书家族计划 表示计划生育并不是单纯减少孩子的数量 而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进行的 在这个阶段 日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了10%到12% 直至1971年 日本人口出生率达到了最高值2.16% 在出现了第二次婴儿潮之后 人口出生数开始急剧下滑 又因为长子长女之后 出生的孩子们生计受限 让年轻一辈开始担心 自然增长率也就从1972年的14.1% 下滑到了1989年的3.7% 在当时的社会因为长子继承制 在日本也形成了固定的家族继承模式 导致日本乡村房子空房率逐年增高 很多农民家业后继无人也就成了空存 后来的几年中 日本根据本国生育的情况 也曾不断的提出相关改良政策 从1990年开始到后来的1994年 为了刺激生育设立了天使计划 创建幼儿园托管体系 将三岁以下的孩子托管到幼儿园代管 2013年提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后 又增大了补贴的力度 最后到了2010年 日本实施的儿童津贴制度 取消了家庭的限制 在生育政策不断进行改良的20年里 日本的生育率没有小幅度的回升 反而是从1.54下降到了1.39 后来在2014年 日本又提出将婚嫁视为国家大使 日本政府在生育津贴里安插了一笔催婚费 并且积极推动地方主办相亲活动 以达到催婚的目的 在这些政策的合理下 日本的总生育率终于从2005年的1.26 增长到了2015年的1.45 但是到了2016年 日本生育率又又又开始下降 到2020年从1.44下降到1.34 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生孩子 导致日本人口不断下降 使得现在的日本生育率 依然保持在持续下降的状态 而日本的这种低生育率 背后的实质问题在于 在日本经济高度发展后 年轻人都去了东京等巨型都市 当时1.2亿的日本人 1400万人住在东京 让11%的日本人挤在了 占全国总面积0.6%的东京 9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崩盘 让日本的经济坠入谷底 房地产的债务有6.4兆日元 而这些债务有10% 是由日本全民国民负担 落到当时日本人头上的税金总额 为6800亿日元 从那时候为起点 当时最适合生育的一代 因为生活工作的压力 又因为没有赶上日本经济 高速发展的浪潮 很多人丧失了那种热火朝天的激情 所以形成了日本现在的低欲望社会 导致不愿意结婚和生育的观念越来越深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事业 放弃婚姻和生育 再来看一下韩国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崩盘呢 韩国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温和的经济发展状态 我们也来看看它的人口情况 从6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首先从1960年代看起 当时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9个孩子 当时的韩国人以为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低 不曾想在次年 生孩子的平均值飙升到6孩子 达到了当时人口出生率的最高潮 于是在1962年 韩国政府颁布了初步的生育政策 代理总理朴正熙在全国性会议上宣布 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1963年韩国推出二孩政策 但这个二孩是鼓励大家从六孩降到二孩 一直到1980年这个时候韩国生育率已经由60年代的6.0 降到了2.8 两年后由于当时的政策驱炎阶段 强化生育政策又经历了一轮改革 国家鼓励大家从二孩转为一孩 这里还有个题外话 由于当时韩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男多女长 所以到1987年韩国政府还颁布了医疗法禁止性别鉴定 1996年韩国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 但总生育率却持续下降 一直到了2000年的1.48 再到了2002年的1.18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韩国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 所以韩国这些年一直在鼓励生育 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政策 2005年颁布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 提出到2020年预计把生育率提升到1.6 可是现实打脸 韩国的总生育率跌破了1 到了0.84 仅仅是当时目标的二分之一 韩国政府对鼓励生育的投入不能说不大 据韩国媒体报道 在2012年韩国政府就已经投入了至少3.7万亿韩元 用于无偿保育政策鼓励韩国人生育 然而韩国的生育率近20年来就一直在下降 2021年年底韩国政府再次加码鼓励政策 从2022年起韩国对有一岁以下的婴儿家庭 每月发放约人民币1800元的补助 同时推出3加3育儿假制度 当父母双方都为抚育未满12个月的子女 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 每人每月将获得最高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 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然而就今天来看 韩国政府的催生政策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效果 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这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将会是一个可怕的趋势 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下去 从逻辑上来说 韩国将逐渐成为一个消失的国家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 你都会发现他们一开始鼓励生育 后来发现人口多了就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后发现人口少了又鼓励生育 这三个阶段他们都经历过 韩国也存在和日本同样的问题 社会经济衰退 年轻人的城市迁移 结婚年龄大幅推后 离婚率大幅提高 生育率大幅下降 这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现象 城市越大 经济越发达 这些现象也就越显著 通过观察日本和韩国 我们也能看出来 其实经济是否分排 只会让人口结构的演变加速与否 并不会改变其下降的根本趋势 在如今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下 财富效应聚集 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年轻人为了寻找机会 都进入大城市 但其实在大城市中 机会多了 压力也就大 年轻人面临着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 这些都是让人面对生育望而却无的原因 于是逐渐形成了结婚年龄推后 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 在城市化的高度发达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当下 大家都在争抢有限的城市资源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大城市 而大城市的房价逐年上涨 年轻人工作越来越难 正因为城市的发展扩大 也让农村正在逐渐变成空心村 而当很多年轻人意识到 短时间生育带来的不是幸福 而是压力时 很多人选择了不生育 即使日本韩国的生育政策在不断的变过 最后也都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 未来轮到我们的时候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无论是哪种政策和社会氛围之下 这样的生育率下降都是不可避免的 也正如马斯克所发表的言论一样 尽管我们国家积极地实施三海政策 但是科学地看 中国人口仍将出现60年来的首次萎缩 因为不管从人口政策还是从人口增长趋势上来看 中国都和日本韩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从国内外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我们千万不能单纯的依靠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 而更重要的可能是要把提升生育率的努力 放在和生育政策相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中 当然包括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楼市以及教育等等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即使是在不可抗力的生育率下降时代 我国也不会出现像日本韩国那样的结果 虽然现在的社会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已经成为必然 但是我相信未来我国针对老龄化会出台更多的政策和解决办法 生育政策也会更好的迭代 生育率转好也将会来临 好今天的小会就到这里 我们散会